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带你挖真相 财政已经走到边缘 悬崖一边边的希腊 到底下一步会怎么样 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个 四十多岁的希腊大叔 他的实际真实人生的故事 但你看到希腊的作影 这个大叔他曾经有三栋房 是一个包足弓 怎么会变成最后沦落 要拾荒为生 剧烈的改变短短三年而已 站台湾看希腊 你不肯咕笑比无味 因为今天我们要透过四个 要命的巧合来看看 今日希腊可能就是明日台湾 还要关心台湾的房市 向来被称作是房市 多头总司令的严炳利先生 他说出重话 他说政府打房太过民粹 现在整个房市已经被打趴 要送进加护病房 今天帅大哥来到警察现场 他说不止加护病房 早就已经进了太平间 有这么严重 SWay他又怎么看呢 今天我们的多空交战 千万不要错过 除此之外要告诉大家 七月新智 七月一号开始呢 这个驾照更难考了 你看那个录取率 比大学考试还要难考 居然有这样的一个驾训班 推出六万块保证班 你只要签个名 缴个钱 一个月之后 热腾腾的驾照 就送到你面前 到底是什么样的暗黑交易 他们在玩钱 你可不要跟着玩命啊 今天这个小时 为大家介绍参与讨论 几位来宾 欢迎蔡总 欢迎倩哥 欢迎思卫 欢迎曾卫 还有欢迎我们的丘柔 还有帅大哥 一开始我们要请蔡总 带我们来看到连日来的希腊 我们看到这位帅哥 齐普拉斯 哇 那个硬气 英雄的那种形象 他非常深植人心 他非常高分辈的演说 率领希腊人民 反准结 反纾困计划 纾困的这些种种方案 他说要维持希腊人的尊严 所以马照跑 舞照跳 结果呢 原来是一个前居后宫的政客啊 这个刑然总理 齐普拉斯 不是大搞民粹吗 对 他对所有的希腊的写明说 7月5号公投 你就是反对 你就是反对什么 尊解 但是假如你们要尊解的话 要继续节衣缩食 我的执政团队可不会留在一起啊 我听了希腊人怕呀 怕呀 你下这盏明灯 你不能离开我们啊 你不是很有gass吗 但是呢 有人啊 透露啊 其实他的本意不是如此哦 就在6月30号 对 即将要倒在的前夕啊 听说啊 他写了一封信 给IMF这些债权人 说我愿意啊 有条件的 接受援助的方案 但是你们要给我 290亿欧元啊 让我支付未来两年的这个债务 有这种回事啊 所以前面还喊着震天嘎啥 大家在那里说送哦 用哦 结果就在 人家嘎票到齐了前一天 去跟他们鼓劲 去跟他们拜託 对啊 你不是很有gass吗 你要违约 你要倒债吗 没想到呢 其实出来 讨牢了 但是现在 欧元集团的这些引导人 拒绝在玩 你看德国总理 每个人说 等你公投以后再说啦 在这个公投之前啊 我不会让步 那就是德国的财长 他说你这一写这封信 未免太晚了吧 对啊 明天搭票就要到齐了 对啊 而且看不出你啊 齐普拉斯啊 有诚意在哪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听起来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长此以往 在节目当中 我们一直看到 齐普拉斯 他不断地鼓吹民意 跟着他 要维持希腊人的尊严 诶 声声句句 像不像那个迷幻样 大家听下去 很吓唬 很爽的 大家发赞啦 偏偏就要在支票 到期前一天 你去跟他们鼓掌 去跟他们拜托 去跟他们跪 这为哪装啊 结果啊 他被这个明克 继续了之后 齐普拉斯啊 电销当时期 哎呦 立刻进行啊 对全民的电视演说 哦 很开心啊 九分八又喊哦 7月5号的公投 继续进行 希望民众能投下 缓对票 拒绝欧盟的纾困条件 因为你们态度 越坚定的话 那欧盟就会让步啊 哦 越说越说 现在懂了 原来 西普拉斯 一次说的比 一次硬 为什么 因为中间 去世民 被打脸 严肖 当时期 所以人民没有看到那一段 他们只看到 哦 我们的帅哥总理 越来越坚定 对 看能不能影响啊 这个民众啊 7月5号的投票 对 那老实讲 这个真的是哦 我们说啊 外面啊 跟里面啊 完全都不同的嘴脸啊 那我们就要问了 一个前居后宫的总理 要把整个希腊 带到悬崖一边 下一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总理是这样子哦 但是呢 一般的民众 我们来了解一下 现在西亚的ATM 不是说这个只能啊 每天领60块欧元嘛 限制你排你领啊 但不可以领就差不多2000块啊 对 但是呢 我们发现啊 哎呦 欧元的紫钞不够啊 完了怎么办 还有 有的老年人 他没有提款卡 对不对 对哦 你银行又不开 银行歇业一个星期 所以历史啊 银行开业一天 就专门啊 开放啊 领年金的 但是你要排队 听说有一个83岁的老妇人啊 他来领年金啊 一去破口大骂 要等好久 对 他就想说 没想到齐布拉斯 把我们的希腊 搞成像北韩一样 现金还要什么 支配了啊 太惨了 各位 看到这张照片 就是本来已经歇业 一星期 不营业不开门的希腊银行 就开这一天 所以你可以看 People Mountain People City 这么多人排在这个地方 所以哦 这个是让没有这个提款卡 没有金融卡的退休组 公务员来领的 但是一个礼拜 只能来领到120块的欧元 大概台币4千块左右 所以啊 人啊 排得像长龙一样啊 所以对其他人来讲 他手上的ATM那张卡 其实已经形同 没有用了一个塑胶卡 因为你插进去 那个ATM领不到钱 现金 Money Money 再来看一下 这两个老板 前几天我们不是讲多啊 他领到了钱以后 大家去喝红酒 吃大餐 今朝有酒 今宵醉 现在不敢 现在不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希腊的这个餐厅啊 这个珈默他说 哎呦你不晓得状况 未来怎么变化啦 所以啊 把钱存在这个银行呢 不能领的话 很感觉到这个心很慌 所以 先把钱领出来才安心 这有点 再多再多 不论 六代为安 我们知道过几天要怎么 对不对 所以先领先赢 是 然后另外一个 希腊的这个 肉铺的这个老板 对 他讲说 顾客啊 都是用现金来买我的肉啊 对不对 那我现在很担心啊 我假如手上没有现金的话 我如何跟顾客交易 对 再过来 我没有现金 我们也没办法进货啊 没错 好 再过来 我没有现金的话 我不能支付员工的薪水啊 所以在动荡不安的雅典街头 在全部的这个希腊的氛围里面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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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金现金 现金是王道 所以有人讲 他们去调查 全希腊的银行 现在现金大概只剩10亿欧 所以你说 每天ATM领了这个60亿欧 大概也撑不了几天 所以苦日子才要开始啊 所以你看 现在出现一个怪象 你看这个画面 哎呦 穿起来好像西装病体啊 很体面啊 很体面 但是他站在什么旁边 垃圾箱旁边 他丢垃圾吧 他丢了就走了吧 不是不是不是 那 这个是55岁的尼可施 他原来是一个建筑的工人 是 但是现在失业了 是 失业了以后 他跑到垃圾箱 换垃圾箱 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变卖啊 哎呦 一个有一技之长的建筑工人 找不到工地去赚钱 上班还穿得这么笔体 跌过来 我也不能走 石荒啊 他们有一个叫做 体面石荒族 体面石荒族 穿着西装病人 每天出去工作八小时 以为是正常的工作 但是怕被人家误认是流浪汉嘛 所以他穿西装嘛 但是他真正啊 跟流浪汉啊 没有什么差别 他是在热圣箱里面 寻找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到身为欧洲文明发源地的希腊 骨子里他是很骄傲的 今天我已经流落到这样的情况 我还是要顾面子啊 我们来看一下 希腊 我们不要说底层中低收入的人 我们就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 现在沦落到什么情况 对 我们讲一个希腊大叔 不过镜像你先猜一下 这个人大概几岁 这个河秋马铃五十万岁吧 错 他只有四十一岁 他名字叫做亚科卧师 你看 你看看这里这么臭老 因为现在记忆拍鬼嘛 你能想象哦 他外表现在看起来 流浪汉失业哦 是 他曾经啊 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有很好的社会地位 是 他还有三间房子 包租工又有铁饭碗 何以沦落至此呢 他这三间的房子啊 有两间是啊 这个长辈留下来 有一间是从小长大的 避暑的一个别墅 还有别墅哦 他原来在邮举工作哦 但是希腊的危机之后啊 他就离开了 转到了这个学校去做保安 那也要一份工作啊 但是2011年啊 这个学校财务吃紧啊 他也离职了 他也失业了 失业了以后啊 他想说 我还有房子吧 没关系 我有三间房子 我包租工啊 收租税啊 这三间房子的话呢 大概啊 一个月的租金的收入是500欧元 那一年就是6000欧元啊 那也不无小补啊 省一点 所以 所以应该 过得去 你这样想吧 日子过得去 但是错了 后来啊 希腊2012开始要尊解了 这三间房子 你猜一年要缴多少税 哎呦 你又没有想到缴税 我没有想到税的问题耶 一年这三间房子啊 要缴13000欧元 那他的实际的租金收入是6000嘛 哇 我只想到6000 所以西大政府在开源节流 就开始给你加税加税 对啊 房子也要加税啊 谁叫你有三间房子啊 对不对 所以他每年啊 从春天一开始 他悲惨负债的生活就展开 他就要负债7000欧元 所以今天 讲是说有6000块的这个房租收入 可是磕税磕更重 一万三啊 你来看一下 这是啊 送到他家里面的这个账单 天哪 他信箱都要被账单淹没了 这个啊 国税级啊 账单 就寄过来 你要缴税 刚开始啊 措止是很温和 请你缴啊 对不对 到后面啊 越来越凶了 你再不缴 我就要没收你的房地产 你恐吓我吗 对啊 没收 所以变成啊 这个雅科卧室啊 这生活就有几间 你看这个画面 他在数零钱 穷的只剩下几个印币 数零钱 这个41岁的希腊大叔 看起来像50多岁 他被生活如此操劳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整个希腊人民的缩影 没错 他现在省到怎么样 他这个是厨房里面 他厨房啊 一台小小的电视机 哇打开 连灯都不敢打开 为什么要省电钱 所以他隔壁的邻居都有说 还怀疑 诶 雅科卧室会不会还健在 还活着吗 所以 因为都看起来没电了 也必不出户 到了晚上 几间厨房 没有没有 有住人没住人 都不知道 对 然后他在这个厨房里面 就回想 他跟妈妈小时候 他说妈妈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写字啊 还付账单啊 还有热腾腾的食物 但是 现在雅科卧室怎么样 你看 他在什么 又在垃圾箱 捡什么 捡那个易拉罐的 拿去变卖 当时跟着妈妈 有热腾腾的食物 有三间房子 在收租的时候 他根本不需要 过这种生活啊 对 所以他说 三年前 假如有人跟我讲说 你将来需要这个 变卖汽水罐的话 他觉得 他别不相信 他觉得他是红子 现在你看 他连水塘里面 一个汽水罐 他都不放过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41岁的希腊大叔 他从云端的生活 其实不能讲太云端 中产阶级 安顿的中产阶级 自己生活 轮流到最后 要靠食环为生 多久的时间 三年而已 短短三年喔 对 从天堂掉到地义 来 我们看一下 人生最基本的 就每天要吃嘛 要喂饱肚肚子啊 他在这个地方 等什么 这是一个餐厅的厨房 然后等人家 看能不能啊 剩菜剩饭 好心 奔好花一下 好心 你给他看 这个包主公 来 我们来看这个包主公 他来到这个地方 还拿一个透明塑胶袋 也就是 在等嘛 人家都还有 这个这个 拿一个什么来装 塑卡绿 和饭和塞 我们说一个比较无数 你那个给狗狗给猫吃的 就是这样一代提回去呢 对 但是万一这个餐厅啊 厨房没有剩菜剩饭 他就在这个地方 吃什么你知道 他在吃什么啊 这个白色的这是什么 不是那个教会 有做一些慈善 送给你的几颗洋葱 洋葱 洋葱是来烤香炒软的 洋葱当主食在吃啊 但是起码可以撑一餐嘛 哎呦 撑一餐嘛 你会看到 哎呀那生活 我们的细节用在他身上就是 美下欲况 所以雅科卧室呢 他过这个日子哦 他常常想说 我 他想去亲身 哎呦 在临终之前 对他人生的一个鼓励 所以继续活下去 但是有人问说 你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是什么 总要有一个活下去的动力嘛 我不知道 哎呦 我不知道 这四个字不就是现在所有希腊人 你问他你的前途在哪里 茫茫然 黄黄然的希腊人 他就是一个希腊的缩影 但是呢 这位要带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听了蔡从讲 这么一段希腊大叔的故事 心都揪了起来 他想到温暖的过去 想到跟妈妈共享的那一对 热汤汤的晚餐 现在统统太遥远了